好心的乖乖女可以听到吗 你为什么不叫老司机的乖乖女啊 扎心了老铁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司机 这个七夕你准备怎么过呢 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几个 我会从评论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一起吃鸡 击杀超过15人 还会奖励你20元献金红包哦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 今天我在直播间随机抽取了三位小粉丝 带着他们一起来送快递了 其中一个小伙伴说 他是第一次和主播一起玩 很开心 后面他又说 他也是他们班级里 唯一一个和主播打过游戏的 可惜就可以给他的同学吹牛了 听完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动 感觉自己也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你愿意和鸡哥一起玩吗 直到我跟小伙伴聊得火热的时候 发现东南150有一个空头落下 耐不住寂寞的我 带着三个小粉丝就直接开车追了过去 钢琴车就发现了敌人 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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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队人养队人养队人 躲一下躲一下 躲一下去防御去防御 右边还有右边还有 去防御去防御去防御 我已经在 我和这个草属融为了一体 灭掉一队 我们去空头里面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哎呦 刚才没队 原来是个双黄蛋 两个空头 哇这个被舔了 我们再去另一个坑门 好吧这个也没舔 算了我们还是去舔包吧 哎山上有人来了85方向 哎呦 还趴下 趴下我就打不到你了吗 哎呦 哎呦 还趴下 哎呦 太天真了吧 哇我刚才打得太投入了 既然没注意自己已经没血了 赶紧打个血包 断肉等倒了 救他一下 救他一下 谁这么大胆敢包我队友菊花 看到了这小子在树后面 2号你扶一下队友 我去绕后解决掉他 哎人呢 刚才不是在树后面 快了找不到他了 我们先扶地 哼 小样 跟我斗你还太嫩了 哎呦 又刷毒了 我们这里不是安全区 赶紧跑 我成功跑出了毒圈 但很遗憾的是 队友都被毒死了 等到我疑惑时 队友说 这末期间刚刚有快递过来了 原来是取快递了 我说你怎么没来得及跑毒 哎 毕竟是女孩子 此时还剩三个人 他们应该是一对的 我的位置很不好 已经被左右夹击了 左边有个小黄人 我们先解决掉他 原来又来一个 这个我应该杀不掉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防弹衣了 如果喜欢姬哥的视频 麻烦给姬哥点个赞再走吧 按钮哦